小女孩对下着暴雨的天空大喊了一声听 顿时天空立马晴空万里 新的老父亲下巴嘟掉地上 原来这个小女孩前世是毁灭世界的女魔头 而我作为她的父亲却成为了恋魔者 只因当时分手了六年的女友 带来了五岁的小女孩说是我的孩子 我气得火帽三丈 不愿做那个绿帽子 直接把他们拒之门外 最后导致女友被无粮工会所骗 牵了不平等条约劳累而亡 虽然最终我还是领养了女儿 可却因为愧疚一直不敢面对女儿 选择工作麻痹自己 让仅仅五岁的女儿整天独自在家 无人照顾 直到猎魔组织的出现 把她强制带到猎魔塔 再次见她时 她已经成为人类副本里最后大宝 于是为了弥补自己曾经对她的伤害 选择了为她抵挡人类 可我的力量是那么的渺小 只是一招就被秒了 女儿见状直接开启大招 毁灭了全球二十亿人 而我带着自责回到了原点 开启了属于我的专属任务 改变未来 阻止雪儿五种不幸人生 重生后我猛地从床上惊醒 看到跟前世一样 牵着五岁女儿一起来的前女友 我立马蹲下身子抚摸她的头顶 并开心邀请她们住到我家 看到如此可爱的女儿 我还是没忍住 伸出了我罪恶的双手 可以让我服侍你吗 我的小公主 她开心地同意了 于是我就陪了她玩了很久 这次前女友恩惠 好像心事重重提出 想跟我聊一下 结果她还是做出了 跟上辈子一样的决定 想进宫会成为猎人挣钱 想到上辈子进宫会 就是她噩梦的开始 我不由地打了个寒战 可我现在阻止得了她吗 这个世界25年前 次元壁破裂 怪物突破次元壁跑了出来 给人类带来灭顶之灾 但次元凤里流出的魔力 也被一些人类吸收 使他们拥有特殊能力 能击杀热武器 无法消灭的怪物 他们称为猎人 我甚至无法撼动她的想法 只能暗中提醒她 一定要仔细看合同 于是我便带着 五岁的小雪出门了 当我经过一个 冰淇淋摊的时候 小雪眼巴巴的看着 于是我对老板说到 给我来一个妈妈 是外星人甜筒 结果不知道 为啥小雪下的冷汗直冒 我连忙询问怎么了 然后她弱弱的问声阿姨 妈妈是外星人 章鱼怪吗 那小雪也是外星人吗 老板没忍住笑了出来 我也是被她脑回路惊呆了 最后店家觉得 她太可爱了多给了很多 还向她解释 只是一个别称 吃着冰淇淋的小雪 终于开口叫了我一声爸爸 我感到无比的满足 可是就在回家的路上 喇叭里突然响起了嗡嗡声 这是次元猎系形成的征兆 本来次元猎系出现都会有提示 像这种无征兆发生的概率很低的 难道是蝴蝶效应 于是我抱着雪儿撒腿就跑 该死 还是来不及吗 可我没做什么 让次元猎系发生的事啊 哐当一声 一只口喘粗其眼帽 金光像牛飞牛的怪物 出现在街道上 四周行人飞快地逃窜 我也是 可我现在身体根本没法和重生前面 现在就是个普通人 可那怪物像是对我特别关注一样 直接追着我 于是我只能让小雪暂时躲到楼道的缝隙 安置好小雪后 果然这个怪物是认识我 毫不犹豫地朝我顶撞而来 可我身上没有任何武器啊 还好在千钧一发之际我拿到了扫把 然后一个后院来到了他的身后 虽然只有扫把 但也只能试试了 只要坚持五分钟等到救援到达就行 看着再次朝我飞奔过来的怪物 我想到前世看过的知识 这只怪兽是克里顿牛 弱点是眼睛 一定要一击击中才行 然后借着刺原缝里的丝丝磨砺 注入扫把棍里 奋力朝克里顿牛扔去 刚好扔进飞奔而来的牛眼睛里 被击中的牛发出一声痛苦的哀嚎 当场暴走 可当牛T踩到我之际竟然结冰了 冰冻魔法 还不容我细想 牛又再次发飙到处破坏 建筑物崩塌 不行 雪儿还在建筑物中间 于是我在建筑物快要倒塌之时 赶到他的跟前为他撑住墙体 雪儿没受伤吧 他委屈地点点头 看到他没事真的是太好 然后再也坚持不住倒下了 迷糊之际看到那熟悉的龙纹图案后 我就放心了 顿时昏死过去 再次醒来已是在医院病床上了 听着女儿说着爸爸是因为而我受伤时 恩惠顿时泪如雨下 我却慌了 吓得我连忙乍失 站起身来表示我没大碍 最后以我挨了一巴掌而了事了 晚上跟恩惠坐在医院休息区里 聊天今天发生的怪事 总感觉有人用了魔法冻住了牛体 我怀疑是雪儿释放的魔法 恩惠听后脸色煞白 强装镇定道 魔法这个东西才出现没多久 雪儿还是小孩子怎么可能会 你要是能对着我的眼睛说的话 我就相信你 最后恩惠无奈说出事情 原来恩惠之前住的房子 是因为雪儿情绪失控导致房屋倒塌 又担心事情败露会被带去做研究 所以才来投靠我的 我了解过后安慰她的 你放心我不会说出去 我一定会保护好你们的 难道你就没怀疑过小雪不是你女儿吗 我马上立声制止她 她就是我女儿 就算她不是也不能在她面前说 她会伤心的 恩惠听完后笑了起来 看到她明媚的笑容 我突然又有了心动的感觉 不行不行 我内心已经是四十多岁的老男人了 不能老牛吃嫩草 而且现在的我根本没有资格 接着我又问起了她今天工会的是怎么样 她愤愤地说道 还好你提醒了 那合同漏洞很多 到处是坑 最后没牵程 我马上安慰她 没事 有我在 我会帮助你成为猎人 传授你顶级秘籍 恩惠抬头看着到处是小广告的小区楼不安的问道 你说的顶级秘籍在这里 是的 里面有个小工房 百货商店太贵了这里才经济实惠 推开门进去 琳琅满目的武器摆满了整个小工房 让人看得眼花缭乱 这是一个精壮的老头从里屋出来问道 有什么需要的吗 这老头前世可是世界顶级铁匠钢铁 我连忙尊敬起来 你好我是猎人志愿生李舒俊 恩惠健壮也跟着说道 你好我是猎人志愿生恩惠 接着小雪有样学样也说道 你好我是他们的女儿选 逗得老头哈哈大笑 然后我说出了来这里的诉求 需要一把衬手长矛 而恩惠则是还没想好要什么 准备看看再说 就在恩惠为难之际我推荐了一把工给他 很明显恩惠看到工后也很喜欢 就决定他了 然后在接过账单后 恩惠吓了一跳 这也太贵了吧 别担心 我还有点存款 再说了我不是说过要帮助你成为猎人 不是开玩笑 而恩惠则是再三保证以后 挣到钱了一定会还我 才肯收下 小雪听到我们谈话后也很懂事地说道 这个很贵吗 那我以后少吃点零食 弄得我们一阵尴尬 最后还是老板大气 直接给我们打了个折扣 是因为小朋友太可爱了 没忍住手养打的 只收你们材料费 真的是太惊喜了 离开工房后 我们都挑选到心仪的武器 接着我们就位去地下城做准备吧 首先要训练恩惠的射击能力 仅仅只是几周时间 恩惠就能运用魔力射川树感 进步简直是神速 临近中午我带着小雪提着午饭来看望她 坐在空地上一起吃着午餐聊起天来 最近几周我一直在叫她基础知识和战斗技巧 未经地下城前做准备 之所以会让她选择弓箭 还是前世恩惠进入工会后 工会一直要求她使用箭 在一次箭不小心断了后 她捡起牺牲战友的弓箭 那时才发挥了她的潜能 这时我问起恩惠 感知魔力的训练还顺利吗 不太顺利 知诚功过一次 而在她怀里的小雪则高兴道 妈妈我能感受到魔力 我来教你吧 接着她便迅速地凝聚魔力 你们看 很简单哦 我连忙假装高兴地夸她 小雪真厉害 可是这样很危险哦 把魔力消除吧 知道了 紧接着她把手上凝聚的魔力 轻轻一挥散向天空 化成点点星辰 看来以后我们要多注意点 去地下城那么危险的地方 不能带小雪去 不过我有个合适的人选 可以照顾小雪 本以为父亲看到那么可爱的小雪 会立马同意带她 没想到她还是摆着一副冰块脸 吓得小雪躲在我身后不敢出来 听到小雪是我和恩惠的女儿后 她稍微脸色好了些 因为当时带恩惠见过她 接着就是隔代亲的画面 严肃的老头在触摸到女孩脸 但是瞬间着迷了 这柔软的触感 让人不能释怀 就连我想多说几句话都不让 就跟恶龙守护宝藏一样 赶紧催我走 于是我只能带着恩惠来到商场里 拿订购的表带 表带上镶嵌着一个魔力灯 这个魔力灯 还是小雪在工坊时 在垃圾堆里发现的 老板大方地把这个魔力灯 送给了小雪 转头小雪又把灯送给了我 原因居然是我看着灯的眼神过于热烈 而我过于热烈的原因是 魔力灯是感知魔力就能发光的珠子 在地下城探寻宝屋的好东西 想想都有点不好意思 拿小孩的东西 于是我提议给小雪 买几身衣服当回礼 这时楼下传来一阵吵闹声 是明星猎人陈修轩 由于相貌出众经常被媒体宣传 可我对他却没有好印象 他可是上辈子让恩惠背上 巨额债务工会的会长 突然间整栋大楼晃动了起来 难道是地震了吗 但我知道不是 这也是我为什么选择这家商城的原因 商场中央裂开了一个大洞 接着系统声音响起 地下城已生成 各数任务已开启 无数密密麻麻的魔珠从洞口爬出 进攻占坍塌的百货商城 无数普通人见状都纷纷向外撤离 可地下城生成 没有攻破结界无法打开 他们只能无力地哀嚎 这时我着急地直接从二楼跳下 击杀几只魔珠 救下一男子 你赶紧去出口方向 那里有猎人工会 然后抬头向恩惠说道 我们去门口跟猎人工会会合 然后再处理这些怪物 知道了 与此同时 陈修轩这边也在清理着怪物 这是一个普通男子向他求助 却被他无情地推开了 我和恩惠刚赶到就看到这一幕 气得我咬牙切齿 就在那男子快被魔珠吞噬至极 一个红发美女一刀轻松秒杀了魔珠 救下那个男子 四目相对 他这个时候怎么会在这里 高熙岩 那个曾经活到地球灭亡的猎人 瞬间呆愣过后 我立马打起精神 连忙喊道 猎人们以平民为中心围起来 筑成一道防御线 保护平民 沉着面对战斗 然后猎人们就开始了各自的厮杀 几十分钟过后 我缓缓地从一只魔珠身上拔出长矛 这应该是最后一只了吧 恩惠此事已经累得直接坐在地上了 不过对于第一次战斗的他来说 表现已经很好了 这时陈修轩也发现恩惠是那本应 签在他工会名下的人员 却不知道哪里得到情报 留下合同跑掉的肥亚 于是假好心地过来问好 辛苦你了 有了你的配合战斗轻松了很多 恩惠刚想回应就被我挡在身后 你好 我是李书鲀 我是陈修轩 俩人的握手都用上了魔力 谁也不让谁 这是一个母亲哭着抱着一个小孩跑过来 求我们救命 小孩中了魔珠毒素 需要紧急处理 可不快点治疗就有生命危险 只要能攻下地下城出口就会打开 如果猎人们去处理手礼 我话因为落就被陈修轩的我不同意打扮了 我急忙跟他解释道 我们这些人足够了 这个小孩是坚持不到24小时后入口开放的 而他只是冷冷开口道 看你样子是志愿生吧 所以我不接受你的意见 气得我跟恩惠想揍他 可又无可奈何 这是一道清脆的声音传来 我同意 我跟你们两一起攻地下城 我叫高熙岩 高熙岩你是急着送死吗 我以为你跟这些菜鸟不一样了 陈修轩我要是你这个实力早放弃做猎人了 气得他轻轻抱起 头顶冒火 最后就剩下我们三个人准备攻打坍塌的百货商店地下城 我们一起跃而下 来到地下城里 恩惠好奇地问我 那闪闪发光的东西是什么 好神奇啊 那是发光苔藓专门生长在阴暗处的植物 是一些怪物的食物之一 而高熙岩则一直暗暗分析着 那个叫李舒骏的战斗能力很强 判断指挥能力也很准确 根本不像普通志愿者 于是他决定先装柔弱 再推我当队长 我一眼就看出了他想考验我 并估测我实力 我就借机应下 还暗暗地表示 我也是第一次做 没经验 要是有什么不好的地方你们要及时指出 最后我们来到了地下城最深处 映入眼帘的是一坨史莱姆 我们三人顿时有点不知所措 一个boss怎么可能是出学者练习惯 高熙岩首先安耐不住一跃而下 完美落地 而恩惠就有点落后拉着绳索下滑 结果不小心还摔倒在地砰的一声 另一边史莱姆听到响声也慢慢变大如动着 可前一秒高熙岩还安慰他没事 可下一秒他脸色巨变 仿佛看到什么不可思议的事一样 先是头颅 再是躯干 粘稠的史莱姆瞬间变成史莱姆骷髅战士 一阵巨变过后 骷髅史莱姆瞬间向我们发起攻击 我直接拉起恩惠和熙岩躲到掩体后面 看来骷髅史莱姆比起视觉冲击 还是震动更吸引他注意 按照先前的计划史莱姆怕火 我跟熙岩先击碎他外壳 恩惠在后面牵制掩护和放火 可现在我们三人都被困在掩体后面 这时熙岩直接做起拉伸动作 我去吸引分散他的注意了 也只有我可以用魔力震动地面 说着就猛的一跺脚发出震动 骷髅史莱姆瞬间被他吸引 而且我还特别擅长体力消耗战 接着他跑到一个开阔地带 摆出一个拔刀姿势 这姿势我前世看过 技能叫一刀两断 当骷髅史莱姆到他跟前时 他猛的一个蓄力拔刀一气呵成 刷刷刷对着骷髅史莱姆 就是一顿砍 如果是换成以前的高熙岩或许易如反掌 可现在的他却是实力不够的 无论是作为猎人还是剑客 而且史莱姆带有酸性腐蚀 加上他还有快速再生能力 他一个人很难抵挡 就在他以为一命呜呼时 我挡在他前面 拿着装着油的瓶子扔向骷髅史莱姆 骷髅史莱姆被淋得满头油 我转身跟高熙岩道 必须先击碎他的外壳 露出核心才能击杀 这时骷髅史莱姆明显是被激怒了 追着我们狂甩年夜 可这样就没办法靠近放火了 这是一只利剑直接穿过我的武器 带起一阵火花 堪堪插过高熙岩脸庞 直直插入后面骷髅史莱姆身上 燃起一阵大火 原来是后面的恩惠射出的魔法剑 眼看骷髅史莱姆一步步被烧纸融化 核心终于露出来了 就是这个时候 必须在他在生前毁掉 看到我们冲了过去 恩惠也开始射击入零把眼部 利剑射在骷髅上吸引了他大份精力 我跟高熙岩一前一后奋力冲刺 再靠近他跟前十高高跃起 输入魔力在长矛上 直接对准核心用力一次 猛地散发出一阵强光 此时副本外面老父亲抱着雪儿 一脸担忧地看着门口 这时一声 地下城门开了 大家急急忙忙往门口赶去 老父亲透过人群 一眼就看到自己儿子和未来儿媳 小雪也立马飞奔向爸妈的怀抱 当高细颜看清小雪样貌后 少女心瞬间融化了 吓得我赶紧楼井雪儿身怕被抢了去 回到家后电视里正播报着 小男孩得救的消息 我们看得都很欣慰 晚上梦里我又陷入那个寒冷的城市 破败的楼房空荡荡的街道 问我为什么那么做 我的悲惨都是你造成的 我恨你李书俊 接着释放兵魔法凝聚成兵临扎向我 我猛地惊醒满头大汗 这时雪儿软软糯糯的声音传来 爸爸太阳晒屁股了 再不起来雪儿就不跟你玩了 我心都化了 再看着手机上的余额 有点心酸 马上要见底了 看来要尽快参加猎人考核才会有收入 可是现在太幸福了 软软的床加上软软的小雪 简直就是天堂 可下一秒我的天堂就没了 突然叮咚一声 猎人银行汇款通知 到账一百万 恩惠也同样收到信息 接着电话声响起 恩惠接了起来 一道清脆的声音从里面传出 姐姐我是西岩 收到汇款了吗 因为你们不是正式猎人 所以我委托了石荒的人 从打理事后的装备和材料 卖掉后给你们打的款 你们要是猎人的话肯定赚得更多 对了 这个月的猎人资格考试你们会参加吧 当然 猎人考核是为了掌握志愿生的实力 通过比试 技能考试 最终考试后 获得资格证 再利用石荒等方式获得做猎人所需要的材料 才能被人认可为正式猎人 虽然不知这世的高熙岩为什么那么关注我们 难道想拉拢我们进他们工会 不过他们工会确实挺吸引人的 于是我跟恩惠决定先带小雪买衣服 然后把穿着新衣服的小雪暂时让高熙岩帮忙照顾 之后我们俩就一起去参加考核了 想到上辈子经历了无数次失败 才拿到资格证的我 对这次考核充满信心 最终我和恩惠都顺利地通过了比试 接着就是技能考试 每个考场里都有一个怪物 只要在规定时间内不受重伤并不抓到他就算通过 现在由一号考生准备 成绩不合格 淘汰 紧接着又淘汰了不少考生 与此同时楼上的观察室里寻找好苗子的工会 经纪人看得兴趣缺缺 一个个唉声叹气 突然房门被推开 高丽剑格的剑星走了进来 他是第一次出现次元凤石拯救人类的猎人 也是文明世界高丽剑格的工会会长 实力和声望都是无人能及的 他的突然出现让其他工会的经纪人瞬间一谋 有他在谁还能抢到人了 爷爷我来了 高细颜开心地跟爷爷打招呼 边上还跟着小雪 四目相对之际 小雪率先开口了 爷爷你是圣诞老人吗 把在场所有人笑得人羊马翻 剑星温柔地回答道 我不是圣诞老人 我叫剑星 我叫雪儿 然后他们三人一起站在观察室里看着 这时雪儿突然两眼冒光 是妈妈 恩惠以16秒的优异成绩通过 他出来后也带我上场了 面对比我体型大上数倍的钢铁怪 我紧握长枪 摆好姿势 在他一拳轰过来时 一个花蝉来到他的后面 对准他铠甲上的缝隙一枪刺入 再用力撬开 然后使劲把他踢倒在地 直接用手伸入机器内部 硬生生扯出内核 看得楼上的考核官目瞪口呆 从来没见过那么暴力的志愿者 我身后的机械失去内核后阴声而碎 我自信地走出考场 考试以14秒成绩通过 我开心地跟恩惠积了个掌 此时楼上的剑星道 这就是你叫我来的目的吧 能冷静掌握对方弱点 一击必定确实是个能人 为了祝贺我们考核通过 高熙岩邀请了我们一起吃饭 虽然他对我们展开善意我很感激 可总觉得他在盘村着什么 算了可能是我疑心太重了 这时高熙岩开口了 哥哥姐姐我能知道 你们的武器在哪里制作的吗 我吃饭的手猛的炖主 如果我告诉他 他肯定会让他爷爷和名将钢铁见面的 可他们两见面明明是很久以后的事 难道这就是蝴蝶效应 最后回到家里 我还是以短信的方式告诉他地址 第二天的最终考核式 随机抽选三名考试一起攻占 指点新手专用地下城 考试成绩取决于合作程度和攻略贡献 最后得到奖励的算考试合格 于是我和考生许万秀 和考生江大虎分到了一组 限时三个小时 只能携带一种武器 现在还有30分钟讨论时间 我们先互相介绍自己的职业和特长 这个许万秀有眼睛都看得出他是魔法师 上辈子对他没印象 而这个江大虎 前世道士经常听说 他与那些拿剑拿弓的猎人不同 他以拳头取胜 被人称之为拳王 现在最重要是这样的队伍谁当队长合适 可他俩怎么看齐一个无所谓 一个又很看好我的样子 这个队长估计八九不离十的我来当 确定好分工后 我们一起踏入新手地下城内 已进入将要攻占的地下城 一般任务现在开始 我的安排是江湖打头阵 演成许万秀断后 我中间负责牵制和指令 可才刚到门口许万秀就开始退缩 要我们先进去给他探路 安全了他再进去 听到他这种发言我直接懒得搭理 头也不回直接往里走 江大虎也跟了进来 只有许万秀缩在门口战战兢兢 见到我们真的要扔下他 他只能骂骂咧咧地走了进来 见我不理他还想伸手想碰我的肩膀 我一个转身飞踢 在离他两米半的时候看看停下 吓得他冷汗直冒 然后我们一起往副本深处走去 这时我才发现 本是石蚁最爱吃的发光苔蟹 现在却安然无损 难道是考试中的猫腻 等走到深处才发现中间有个巨坑 我俯身探查 以前攻占乙学的时候并没有这种巨坑 这时许万秀一个没站稳 掉下深坑 还好他及时拉住我的长枪 可他身后突然出现一只石蚁 把他拽下深坑 我立马跟江大虎大喊一声 赶快救援 是 接着便不顾考官的呼喊 等等快停下 直接跳入深坑 我知道那里肯定不属于考试区域 您进入隐藏地下城 特殊任务现在开始 开启隐藏地下城 请攻略一列洞穴 来到洞穴下面 洞穴到处都是发光苔蟹 竟然是隐藏地下城 刚看考官表情不对 这应该是突发状况 这时许万秀呼救声隐隐传来 还好以列有储存食物的习惯 可隐藏地下城一旦有人进入 入口就会被阻隔 所以考官现在很难找来 不过我一如反顾 进入副本是有原因的 首个攻占地下城的猎人 会获得丰厚的奖励 运气好的还可以获得领养 它可以提升猎人的能力值 所有猎人都非常想获得它 虽然对未知的地下城 进行攻略如同飞蛾扑火 但我一个重生者 加一个未来拳王 这盘赌局就不简单了 于是我立马跟江虎哥说 现在只能我们去救他了 再说就别人雨水火 是我们猎人该做的事 江大虎立马被我的高大上品质蛰服 那么我们现在就开始 攻占隐藏地下城了 这时以猎出现了 江大虎直接一拳就轰碎了一只 过了一会江大虎又发现 舒骏蚂蚁的尸体怎么会动 可能是以猎吃的食物 不死生物变得鬼蚂蚁产生的异点 突然以猎从后面偷袭了江大虎 立马喊道 小心里后面有两只 此时江大虎感觉这次战斗 好像异常顺利 是因为舒骏在的原因吗 每次我受到袭击 他都能帮我摆脱 就像身经百战一样 让人很放心把后背交给他 他是 越往里走 发光苔蚁就越多 如果我没预想错的话 最后Boss应该差不多在这里了 终于在副本的最深处 发现了许万秀 江大虎立马开心地跑了过去 突然脚上发生巨变 一双锯钳牢牢牵住了他的左脚 Boss过头而出 直接把他倒拉了起来 我吓得大惊 还好大虎机智 在Boss抓住他的瞬间 开启了魔力凝聚在身上 我立马拿起长枪对着Boss攻去 可这家伙身体太硬 我必须用上辈子的知识 想想他的弱点 对了 他的触角和眼镜 于是我立马一个跳跃 魔力注入长枪 咔嚓一声 砍掉了他的触角连带 划伤了他的眼睛 江大虎阴声倒地 眼见Boss受伤要钻地躲藏 江大虎使劲抱住他 腰腿发力硬生生地 把他从地里一寸寸往外拉 只见他大喝一声 使出浑身魔力倒拔杨柳 这一声居然真让他拔出来了 等他看清 好家伙 这Boss下半身居然没有渴 我剑机立马提起长枪 高高跃起 一个帅气的落地 完美地将他的尾巴砍断 一分为二 恭喜特殊任务已完成 您获得初次攻占地下城奖励 出了副本 我也终于领到了我的合格证 虽然过程很是曲折 可结果是喜人的 这是我的魔法灯亮了 可也没有发生次元裂缝了 恩惠的包包也凌空飞了起来 那是魔法 一根棒棒糖 原来是雪儿使用了魔法 这次她又无意识地使用了魔法 难道是她的魔法 已经强大到无法控制吗 这样下去会伤计无辜 自己也会受伤 上市雪儿魔法也曾经爆发过 可没想到这是会提前那么多 雪儿魔法变得敏感 是因周围环境魔力变弱 所以我们只要带她去 充满魔力的地方就好了 充满魔力的地方只有两个 一个是地下城 二是领地 可她现在还是个五岁孩子 怎么可以去那么危险的地方 可领地都是协会或工会所有地 我们又不认识人 对了 还有高熙岩 于是我立马拿起手机联系起来 次日我们带着雪儿来到高丽剑阁门口 高熙岩热情地迎了出来 可转头看到那一望无际的台阶 我跟恩惠当场就想原地回家 等爬完三千里的台阶后 我跟恩惠都泪瘫了 只有被抱上来的雪儿满血活着 我看着正在给雪儿拍照的高熙岩问道 听说你们这有专门给工会成员训练开设的领地 领地属于次元裂缝里的第三种永久性军裂 它会定期出现怪物而且永远不会消失 第二种侵蚀性军裂 控制建筑物创建地下城 第一种单发性军裂 就是将怪物吐出来后消失 高熙岩听完后说立马给我们安排 就当还你们给我介绍钢铁的人情 领域里雪儿使用魔力玩着布偶玩具 做着扮家家游戏 惊得高熙岩目瞪口呆 我和恩惠只能在边上跟他解释 并哀求他不要把这个秘密说出去 高熙岩爽快地答应了 与此同时雪儿在里面感受到魔力也很开心 这里很舒服雪儿好喜欢这里 听到他这样说我们也就放心了 突然警报声响起 所有人赶紧往出口方向跑 那是出现裂痕才会发出的警报声 这时山体的震动出现了滑坡 刚好把出口堵住 领地BOSS出现 我们三人瞬间紧张起来 开始突然任务 岩石地带的领地BOSS 请消灭魔像吧 我立马反应过来 恩惠你先带雪儿远离这里 这里就你的速度跑得最快 近来前明明提前调查了BOSS出现的周期 而且一般领地BOSS不会单独出现 难道是被雪儿魔力吸引过来的 没等我想明白魔像开始攻击了 技能地动山摇 一个垂地掀起无数砂石和灰尘 我灵活地躲避 想到魔像可以把伤口 转移到周围石头上的技能 我头都大 不能强攻只能智取 找到他的核心 给予致命一击才是关键 一般山魔像的核心 在头顶或脖子之间 这时高熙岩朝我比了个手势 我点头表示收到 然后一股作气找好位置 一起同时朝他的核心攻去 正当我准备刺取 他却晃动了起来 原来是魔像开始移动 他追着恩惠的方向移动 难道是魔力在吸引他 不可以再等了 于是我直接举起长枪 刺入魔像头颅 可从崩碎的程度来看 他的核心不住这里 与此同时高熙岩也开始蓄力 猛的一个拔刀 技能一道两段 一道金色剑气冲天而出 山魔像瞬间分崩离析 一招得手高熙岩开心地笑着 成功解决掉了 我却猛地跑起高熙岩撒腿就跑 李书俊你干什么 我大喊一声 他没死 他还在移动 这魔像的核心不在头顶也不在脖子 应该藏在别的地方 没找到核心前 他都会不断地进行反击和恢复 猛的一个抖动 我和高熙岩直接掉到魔像手掌心上 这家伙难道想用手掌碾碎我们吗 就在我们以为快要凉凉之际 一个巨大的冰块玩偶熊替我们挡下着致命一击 原来就在刚刚恩惠找了一个隐蔽地方放下雪儿 雪儿乖乖在这里等着 我去帮爸爸和姐姐大怪兽 可雪儿也想要帮忙 说完就朝前走去 浑身散发着魔力 走过的路上还留着冰茶子 只见他闭着眼睛好似在冥想的时候 手里魔法涌动 猛的一睁开眼 丝丝魔力从眼中一闪而过 掀起一阵冰雾 带那冰雾散去雪儿倒在地上 恩惠立马抱起他查看 还好只是睡着了 可眼前却立着一个巨大的冰雄 此时冰雄正跟魔像搏斗着 这是创造魔法 这里能驾驭这种高阶技术魔法的人 难道是雪儿 突然冰雄调皮地向我眨眨眼 还朝我竖起大拇指 正印证了我的猜想 我帅不过三秒 他被山魔像一拳打在脸上 直接击飞竖米 哐当一声砸在岩石上 不是吧 这也太不中用了 难道除了大就没有点战斗力 接着山魔像又发起攻击 眼见就要砸到 哐当一声竟被一根魔法棒挡下 不知何时他居然变出一个武器 有了武器后的冰雄开始反击 结局开始逆转 山魔像只有挨打的份 冰雄通过魔力凝神一看 魔像核心在心脏处 他一个突刺对准核心 对是吧 核心机飞出来 把我和高熙岩看的目瞪口呆 这时提示音响起 岩石必带的领币Boss 山魔像已被击杀 突发任务已完成 回到家里 我一再拜托高熙岩一定要保密 他也非常爽快地答应了 而雪儿则是制造完冰雄后 一直还在睡着 没想到雪儿的利用魔力 创造了冰雄而不是召唤 召唤是以魔力为代价 召唤出召唤物 而创造是利用魔力 创造出全新的物种 雇佣和创造完全不是一个等级 雪儿不愧是我女儿真厉害 此时雪儿睡醒了 我问她 你还记得你做出的那个巨熊吗 记得哦爸爸 我很想教训一下那个坏蛋怪物 所以熊熊就出来了 突然门铃响起 兜里的手机也响了起来 西岩那么晚了 难道有什么急事 我接起电话说道 西岩家里好像来客人了 我一会再给你打过去 等等舒俊哥 你门外的应该是魔塔的魔法师 今天我们攻击山魔像时 散发大量魔力被雷达探测到 所以她今天来领地拿了名单到处调查 听到这里我已是冷汗直冒 喂 舒俊哥你在听吗 此刻我脑袋嗡嗡作响 前世雪儿被抓走 是我无能为力的画面不停在脑里浮现 还夹杂着雪儿不停的哭喊声 突然一道声音响起 主线任务一更新 李雪儿的第一次不幸开始了 改变未来 请阻止李雪儿的五次不幸 第一次不幸保护雪儿 免受威廉泰勒的伤害 我看向雪儿 立马蹲下来跟雪儿说道 雪儿你要帮爸爸 外面来了一个怪叔叔 你一定要隐藏好自己的魔力 不让他发现能做到吗 他乖巧地点点头 然后我快速地教他 怎么控制自己的魔力 这时魔法师威廉泰勒也被我请进来了 虽然内心很紧张 但表面上还得表现得很镇定 没想到会是他来调查此事 威廉泰勒上市可是摩塔外国的组长 估计现在职位也不低 此时调查团其他成员报告道 没有异常发现 听完他的话 我又不着痕迹的罗锦雪儿 桌子上摆着我们一家三口的调查报告 突然泰勒拿出一张照片 居然是冰雄击倒山魔像后 变成碎片未融化的渣渣 没想到他们连这也拍到了 我只能淡定到 虽然我也很想帮助你们调查 可这个照片什么也没有啊 泰勒眼神一眯 仔细地打量起这一家三口 虽然这两个大人都有很强的魔力 可也还没到能使用魔法的水平 没调查到有用信息 他只能笑呵呵地说道 那感谢你们配合 然后便带着人离开了 本以为这件事就这样过去了 可当我点开任务见面时 我愣了 上面还写着未完成 看来泰勒不会那么快放弃 我必须加强实力 不然连他一根指头都反抗不了 现在我要运用我对未来已知的信息行动起来 这个人我必须找到 几天过后 避难所门口一个长腿银发美女潇洒地走过 身上带的装备把路人羡慕地流了两声哈拉子 他迅速地走进避难所 里面到处都是破坏的水泥废墟 奇怪怎么一个怪也没有 有一种隐隐不安的感觉 还诡异的安静 突然身后传来一阵稀稀疏疏声 吓得他猛的一抖 转过身才发现是一个猎人 请问 话音未落 一把利刃直接扎入他的腹部 他强忍着剧痛按住流血的腹部蹲下 颤抖地举着武器 你们为何偷袭我 不管你们是受谁指使 出去后我绝不善罢甘休 那就看你还有没有命出去了 说完俩人提起匕手就冲了过去 这时我猛地从一旁窜出 一个飞踢 直接干掉一个黑衣人妖子 黑衣人白眼一翻 直接倒地 我去 不是吧 那么惨 旁边同伙见状立马反应过来 我劝你少管闲事 我鸟都没鸟他直接上枪 牵制了一下 然后一个手刀直接拍在他的脖子上 他瞬间晕倒 弄得我一点成就感都没有 好像干了点啥 又好像啥也没干 而这时引发女人说话了 你是谁 有什么目的 我只是淡淡地说声 只是路过的猎人 其实她是H集团董事长的女儿海兰 H集团是目前最有名的武器制造商 猎人武器防御装备 消耗瓶等他都生产 是名副其实的大企业 海兰翻看着我的资料 叹了口气道 本以为是英雄救美 然后再以身相许戏码 结果既然是已婚有孩子的男人 我确实有孩子 可是未婚 但有喜欢的女人了 看样子你还可以 划分得很清楚 不是渣男 既然你救了我 我就送你个谢礼吧 我立马白手表示不用 我可不想因为点钱就跟他断了关系 他勾唇一笑 真有意思 你不就是想通过这次委托来测试我吗 那我就通过这次让你看看我的实力